2021年四川和吴湖为了抢龚俊直接打起来了 事情起于是龚俊唱了一首五音不全的俊版《好喜欢你》 把《吴湖》唱成了《吴湖》 因为这首歌唱得太让人忍俊不禁 龚俊粉丝于是对其进行改编 将一首好好的情歌改成了《吴湖》旅游宣传曲《爱你吴湖》 《吴湖》文旅官美得知后立刻赶来慰问 并对龚俊的大力宣传表达了感谢 龚俊似乎在无形中变成了《吴湖》的形象代言人 结果四川文旅官美很不爽 因为龚俊本身来自四川 更应该作为四川形象代言人 《吴湖》的行为明显是阅祖带跑 再者之前出生于四川的丁真被人错认成西藏人 四川官媒就做过一次抢人行动 所以这次抢龚俊他们显得轻车熟路 《四川日报》作为宣传部主力 立刻抛出百度百科并摆出九宫阁 用事实资料证明龚俊就是四川人 之后官媒文旅成都也耐不住寂寞 直接带话提龚俊野生宣传大事 表明龚俊作为四川人的正统性 经过这一次激烈交锋 吴湖最终只能甘扮夏丰 拱手送出龚俊 不过也正因为这一次争论 不少人在得知龚俊出身四川的同时 也将他的美妙歌喉牢记在心中 他唱当一开口为何感扑面而来 吴湖下貌不易上快本玩歌曲接龙 结果把胡夏唱得找不找掉 让毛不易误以为歌曲原版就是他唱的这样 别看表面上堆向人畜无害 唱几歌来能直接把粉丝送走 不过粉丝当于懂得高情商 把龚俊的歌喉称作百灵鸟 并持续不断地引入其他近坑的受害者兴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